喂 現在大家也在問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USB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我問了所有的人 都說那個數字就是一個付款的金額 剛剛吳東也講了 到底怎樣 你是沒有出過社會是不是 你怎麼會講說 你把這個USB裡面 哪有人把這個東西 記得這麼清楚的啦 你記得柯文哲在被 第一次申請羈押 搞了好幾天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弄到了快禮拜一的凌晨才離開 那個時候他回去 他直接無保請回 到後來又再次被這個申押中間 他有一段時間去了花蓮 去花蓮 那個時候是因為傅昆琴的母親 他有一個告別式 所以呢 那傅昆琴的包機然後包車 一堆人都去 那在那個路上他全程都 坐在吳宗憲旁邊一直在問他問題 吳宗憲是檢察官啊 問吳宗憲 他說如果USB裡面有東西 可以用破解嗎 會 如果破解會怎樣 破解會去勾解 後來裡面什麼東西都會知道嗎 那如果我裡面有看一些迷片 也會不會知道嗎 那這樣要去編故事 要去編故事 他就很焦慮 他真的擔心USB 這是我親口問吳宗憲 他當時覺得說為什麼 當然吳宗憲他不介入這個事情 他確實有說 因為他是檢察官 他問他說 檢察官會破解我USB嗎 他說會 一定會把你破解 破解得了嗎 他說可以 因為我們有技術的人在 那裡面的東西都會被知道嗎 對一定都會被知道 對一定都會被知道 今天一輩子一次 有的人可能不只一次啊 結婚婚傷喜新年的時候 那個禮金布要把他寫下來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他寫下來 為什麼要寫下來 這個人三千 那個人六千 後來我要堆啊 還人家啦 他給我六千以後 他打電話給我說 是是是 給包一千五的 有什麼事嗎 就態度都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 這個不合理啊 這個不合理在哪裡 欸 我要背對 我要背對 我要知道你給我多少錢 我要背回去啊 可是柯文神沒有背對的問題啊 不是 我們現在不能講 他裡面確實是這樣 但我要告訴你 如果他真的把這些金額 有的是兩百 有三百 對不對 然後有五百 還有一千五的 他為什麼要寄那麼細 對 他要知道 因為今天有個媒體的內容 對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講說他不但 有收到那個 就是七個人二一零有沒有 他還講說小神很小氣 然後七個人二一零 小神很小氣 五百 五百六的那個什麼 感謝五百六 然後小神很小氣 七個二一零 他把每一筆錢 如果最後確定是 我們看幾乳書嘛 就代表說 他自己很自信的 要把所有東西都記得清楚 了解他跟這些對象的關係 那當然了 這些事情 我們要看幾乳書 看最後是不是真的 都是這些數字 然後每一個數字都代表萬元 整個案情發展到今天 很多人對於沈靜靜的態度 覺得不可思議 你都77歲了 你有賣金幣 你還要帶著尿怪 甚至這兩天傳出來說 你有多種興趣的感染 你只不到今天 還硬到這種程度 甚至剛剛講到 明天 忠實話還要開記者會 忠實話還要開記者會 按照吳董的所謂的詮釋 他說 我沒有要退讓 我要開記者會 直接跟你銀行團對幹 我要跟你政府對幹 我要跟你北檢推幹 那就來了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讓沈靜靜現在一步不讓 你的整個江山是遙遙欲墜 你的江山是受到了整個 減掉的系統整個銀行團的打壓 難道你不怕嗎 你聽你講我才知道說 原來 沈慶金跟柯文哲之間 不是一個金華城 他們有很多事情綁在一起 他們的利益糾葛就像綁麻花一樣 整個一層一層的糾纏在一起 糾纏在一起以後 誰也不敢出賣誰 誰也不敢說的誰的話 因為 只要任何一個人出賣誰的話 另外一方 都可以將對方打到死無葬身之地 沒錯 事實上今天為止來說的話 沈靜靜其實他已經身體非常不好了 還爆發了所謂的多重細菌的感染 結果他還是不說 你要有生命危險 他還是不說 那這樣柯文哲也是一樣 他到目前為止也是不說 所以現在顯然他們兩個知道 我們兩個彼此都不說 我們兩個堅強的血盟關係 可以維持下去 用什麼 血盟關係 為什麼這樣說 他們的投名狀 用心血血成道 對好 為什麼 那目前為止來說 沈靜靜他也不準備要退讓 明天的這個中工 還有這個所謂的 忠實化還有鼎月的開發 他們大概有大機率的說 我們繼續做 反正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步伐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很簡單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柯文哲還有沈靜靜 他們牢腦的綁住了 不只是他們兩個彼此之間的關係 他也把整個台北市民 跟他們完全綁在一起 你說台北市變成肉票 台北市變成肉票 被柯文哲綁起來 對 送給沈靜靜 為什麼這樣說 你要說這次爆的話 那只有金華城 好 不是只有金華城 還有什麼 萬大漁果市場 這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一個 信義線的東野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 信義區的工程 也是中工 另外一個雙子星 雖然說是藍天德標 但是工程是中工 另外還有新北環狀縣 現在出包 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還有行山路的社宅 也是中工做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 目前台北市的 大部分的社宅的管理 也是中工 所以等於是 你中工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我整個 這個所謂危機器人出問題的時候 台北市你的工程 你的這個 這個很多工程 你也會停擺 所以說柯文哲跟沈晶晶現在變成 你泥中有我 對 我泥中有你 兩個人 完全綁成死結 對好 我現在沈晶晶說了 我說能夠得到什麼 我能夠得到什麼 我寧可就不說 反正我跟你 贏幹到底 那柯文哲也知道 因為我就算 在金華城讓了 對 萬大是國債市場 我跑得掉嗎 萬大是國債市場 我跑掉了 那社會載我跑得掉嗎 對 社會載我跑掉了 那我新義縣的東延 我的新北黃線 對 我跑得掉嗎 原來 他們早就綁死了 對 所以對他們兩個來講的話 沈晶晶知道 如果你只要柯文哲不說 我就絕對不會說 反正我們就牢牢的綁在一起 這個利益太過龐大 因為柯文哲可以說 在第二任任期 幾乎把所有台北市的重大工程 很多好處 全部都給了沈晶晶 全給了 所以現在沈晶晶他當然知道 我要是萬一說出來之後 這些完全都落空 好了 我跟他講 除了金華城之外 現在有幾個案子大家在討論 第一個就包括說新北環狀線 環狀線的話 11年4月地震的關係就歪了 歪了之後現在還知道說 原來是中共做的 那中共做的 他當初呢 就原來要耐震6 他就沒有打到耐震6 結果這樣 當時的台北市的捷運處就說 我們沒有為他這個驗收 當初驗收沒有所謂的 沒有驗收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只能夠插屁股 插屁股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規定這項 所以你現在要我這個 要我修 OK 你要自己出錢來收 這個太可怕了 今天柯文哲對審計機場 金華城你要多少容積率 我給你了 今天萬大國在市場 我為你量身訂座 幾樓以前 綁標綁給你了 更可怕的是 新北環狀線 我連驗收 我連驗收都可以放水 對好 另外一個 你剛才講到萬大魚國市場 他是給我蓋到五層樓 上面那些所謂冷鏈 停車場都沒有蓋 所以他就說 沒關係你先蓋下面 反正上面我還是照樣給你 現在講萬一擦屁股 他要追加五十億以上的預算 這個跟很像 還有哪一個 信義線東延 原本信義線東延 要從這個象山站 再往後面延 延到這個廣石醫院 廣石醫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想到 現在這個東延 這個柯師傅的時候 反正就擺爛不做 他就一直延 延了之後現在 中公就跟你說 要我蓋可以 你要多給我預算 又要錢 對 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捆綁在一起 因為你都已經讓中公做了 那讓中公做的話 反正我現在就擺爛 擺爛的話你要給我錢 不然的話 你市政府 你是運作不下去 所以柯文哲 對沈晶晶有一個SOP 也就是有球兵 你要什麼我給什麼 你金華先生要多少容積率 我給你多少容積率 還有我現在幫你綁標 綁標我把最大的利益綁給你 更可怕的是剛剛講的 今天我不但給你追加預算 火塞市場給你追加預算 信義線東延給你追加預算 這個預算就等於說 你要多少錢 現在不夠對不對 沒有關係 慢慢的我就會加給你 更可怕的是 今天你就算出了問題 我也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就全部放水 而且他任期的最後一年的時間點 他把我們的所有的色彩 把這個所謂保全 把它分拆 分拆就是說 要大的公司才能做 所以只有誰能做 中公能做 然後我都全部都 大部分都給中公 所以在最後任期的第二任裡面 他是這樣對沈晶晶 所以沈晶晶當然知道 除了你收我這些錢之外 因為我跟你利益綁太深了 所以我會跟你講 只要你不說 我就絕對不會說 我再怎麼樣 我絕對會挺到底 那也請你挺到底 因為就像剛剛講 你沈晶晶如果金華神就算讓了 你就算金華神咬出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在很多案子 都可以把你咬出來 所以這樣 他們兩個現在是綁在一條川上 我如果攻的話 你們是毀滅 你毀滅的時候 同時沈晶晶也毀滅 他們兩個全部都毀滅 台北市也毀滅 所以現在等於是 他們兩個綁住台北市 大家反正完全都不說 目前為止 這個恐怖平衡並沒有被打開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打開呢 這就是他們兩個 可能會說的一個重要關鍵 至少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是會決定硬幹到底的一個狀況 可是柯文哲這樣太惡劣了吧 剛剛講的你以素人之資 你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 台北市民對你有期望 台北市民讓你搭了八年的市場 結果你回報台北市是什麼 你在台北市沒有建設 你在台北市沒有發展 你給台北市沒有任何願景 你在台北市這幾年 你居然還輸給高雄 結果 你還把台北市這麼多重要的建設 當成肉票送給人 保證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們不敢講 第一個 沈欣欣跟這個柯文哲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層關係 不是只有金華層 你認為萬搭雨果市場沒有對價關係嗎 你認為其他東西沒有對價關係嗎 都有啊 所以我在說 你解開了金華層一案的時候呢 你同時也都把這些案子解開 這案子全部解開的時候 那是一個炸彈 一個炸彈 一個炸彈的爆 這個會死無葬身之地啊 所以他們兩個都知道 你綁住我我也綁住你 反正我們現在都不要講 不要講讓這個關係下去 你檢方頂多用這樣的起訴有沒有 其實我們都沒有講啊 所以他現在這種血蒙關係 是很難被打破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說現在更可怕的是 你已經講的 他已經把台北市政府 把台北市民當成肉票 但是肉票以後 最後我崩掉了 我兩手一攤 剛剛講的喔 這些都是炸彈 對 他會在整個台北市遍地開花 好 你看金華城現在 你看已經有市議員在那邊說 趕快不能讓他停工 已經有人出來講話 會貪陷的 然後還有那些桌邊的居民說 要讓他桌下去啊 你看 這些就是壓力 也就是說他們綁住了台北市民之後 這個是他們一個政治上面 保護他們的一個力量 所以才說柯文哲的最後 怎麼這麼壞啊 四年裡面 他真的完全對不起台北市民 好 舞蹈 一開始我這樣裡面 我們大家一直非常困惑 很多人問我說 沈欣欣怎麼會這麼強硬 他都77歲了 他有這麼多的慢性病 他還要裝尿管 甚至剛剛講呢 你的皮膚病都已經有多重性質性感染 你為什麼還要一生到底 剛剛市中就把我們點醒了 搞了半天 你不是只有一個金華城啊 你的這麼多的案子 是層層疊疊的綁在一起 這麼多案子層層綁在一起的話 我就算在金華城幫你柯文哲敗了 那我柯文哲如果被打到地獄 我會搖死你柯文哲 搖死沈欣欣 這樣子大家一拍兩散 誰也得不到好處了 這個問題很複雜 因為這個事情 你要這裡好幾個重要的點 必須要把它先找出來 第一個重要點是什麼東西 到底誰是整件事情的主導者 不是沈欣欣啊 柯文哲 是柯文哲 因為我現在回憶這個事情 不對勁在哪裡 因為我是很早 就跟沈欣欣找我去 跟他聊天這個事情 之後他們公司有個錢高幹 錢高幹也跟他談說 你這個千萬不要跟民進黨政府作對 對 你就把柯文哲敬講出來 他跟那個錢高幹的說法 比跟我說法更鐵 沈欣欣怎麼可以出賣朋友 我怎麼不幹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出賣朋友 他什麼時候這麼在乎朋友呢 民進黨說你不是 早就是每天出賣朋友 怎麼突然間變得那麼樣子 夠意思了 我就是那 前幾天聽這個話也聽不太懂 今天我完全搞懂了 你知道嗎 是誰叫他幹挺下去 不會他 因為我跟他講的建議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建議他跑路耶 我建議他跑 因為他在越南有投資嘛 他在大陸有投資嘛 對 他以他的投資 他現在出國去一個月兩個月 看看風向再考慮要不要回來 對不對 就跟現在舉止的情況一樣 對 那不是這樣看看 如果你還跟檢察官可以談判條件 他沒有走啊 他沒有走 而且當天你看 我們回憶這個案情的 這個總搜索的總工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是易小威在機場被攔截被扣留以後 8秒27號 晚上第二天清晨就幹了 對 對不對 很快第二天就幹了 因為易小威被抓這個事情 消息是被封鎖的 你知道嗎 沒錯 沒有人知道 消息被封鎖 然後突然間就去衝他們家 所以沈晉晉當時還想要逃掉 對不對 所以是來衝這個事情 對他什麼意外 他為什麼覺得意外 誰跟他保證沒事情 柯 柯跟他保證沒事情 柯高估了他的巴西立法委員的力量 因為有人跟柯文哲保證說 跟賴可以溝通 對 他高估了他自己巴西的力量 他低估了賴清德的決心 這個是核心問題 因為整個事情柯的邏輯 跟我們不一樣 柯沒有把它當做司法問題 柯完全讓政治問題處理 你總預算要跟我談 你司法院要跟我談 那麼多事情 你沒有我柯文哲點頭的話 政府要癱瘓 對 今天已經發生了對不對 癱瘓啊 癱瘓對不對 然後賴呢 沒有退啊 賴不退跟你幹到底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柯文哲 今天出庭的表情 沮喪絕望 對不對 你看緊閉雙塵 你想你 你說緊閉雙塵 然後那個牙齒咬著痕氣 就緊張了嘛 他已經知道 在他來講 他完全誤判錯估整個形勢嘛 他錯估整個形勢 把小省脫下水了嘛 那小省脫下水 省經濟現在 退不了了嘛 對 因為太大了嘛 退一件 後面幾件沒有辦法退啊 對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更大的利益 你知道什麼利益嗎 後面的幾件叫什麼 你們 因為我做工程 我老工程了嘛 這個叫做債件工程 債件工程什麼時候 最後有一筆款 是完工後幾副 對 有一筆大的佣金啊 前面有錢金 中間有分期付款的錢 後面有一筆 有一筆大條的 大條的 你現在這個去 抓進去關的時候 我跟你講小省會不會給 不給啦 小省後面的賴帳啦 賴幾十億啊 開玩笑啊 我問你的雙子星怎麼會變成 我今天嚇一跳 怎麼會變成中工去做呢 是他施工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誰逼 誰逼那家廠商要發包給中工嘛 廠商是得標廠商 他當時在投標的時候 因為中工也想要拿雙子星啊 對 不給他給雙子 給了另外一個做電腦的嘛 對 科技公司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表示他們中間是 搓原子湯搓好的嘛 那誰出來搓的啊 那只有柯啦 只有柯原子湯搓得動嘛 所以這裡面利益又很大於快啊 因為那個是 那個預算啊 那個不受到民政府的 政府採購法督導啊 那個預算 隨便編20億30億 所以柯文哲到了今天 他今天的表情 他才知道 賴清德的決心 他以為說 我可以跟你談判 我可以跟你交易 可是賴清德那是一個 生死相賭的 所以賴清德的是 賴清德的決心 要殺柯到底的決心 讓柯覺得是個意外嘛 因為中間有太多人在那邊穿梭 因為台灣這個政治圈 喜歡在兩邊跑的人一大堆 跑來介紹東介紹西的 那柯有誤判了 柯誤判之後 讓這個誰 讓賢清金誤判嘛 讓賢清金誤判下去 那意義太大 他推不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 為什麼我今天敢這樣 敢看斷這個事情 那麼確定的斷下去 就是我看到他明天要開 記者會 你說明天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 有間公司有一個媒體邀請函 而且剛剛講他是跟鼎月開 鼎月開發一起開的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的負責人是誰 是陳瑞榮董事長 陳瑞榮以前當過經濟部部長 我跟他也算是熟識啦 那陳瑞榮的個性 你應該很清楚 我應該很清楚 你不清楚我很清楚嘛 他是個老實人嘛 他是領薪水的勾益人 這個記者會沒有審清清親自下命令 不敢開 這麼大的事情 對 他在醫院裡面下命令嘛 哪裡有問題 他還可以下命令 他當然100%是小省親自下命令 不過這個事情太大了 那下命令幹嘛呢 衝突啊 還要幹 就站到就是很簡單 我明天告訴你 銀行團不用說了 買來買台 大家攤在地上談 再攤在地上談 不是在桌上談 我就是爛魚打滾 你們白頭都有了 咬到沒錢了 不然你要怎樣 你把我咬掉 對不對 他不屌你了嘛 就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命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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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耐皮嘛 我就變成丐幫幫主嘛 所以他明天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衝突作戰的號角嘛 他先吹響給你看 他給誰看 給柯看嘛 他告訴柯跟他幹到底嘛 還沒抵 我還沒退 柯現在怕他退嘛 他告訴柯他不會退了 那柯就是老行窄窄嘛 所以柯在小省這一端沒有破口 那就檢方你要想辦法去找到 舉止或是李文中當破口 否則的話這個事情照樣起訴 照樣用貪污制裁條例第四條 違反職務 然後行賄罪一樣 一樣判二十年判無期徒刑 但是你張追不到 因為那個 他們現在都沒有明天了 柯也沒有明天了 誰也沒有明天了 有什麼 只剩下錢 所以錢要保住嘛 錢大不大 錢非常大的錢 這個錢我當時我低估 大概搞個三億五億 現在不是啊 可能是三五十億的錢等於要分的 因為那麼多案子嘛 每一個都在那邊灌水嘛 這個是可惡的一個做法 柯文哲可惡啊 這個壞到了極點 政府工程他要A 連這個BOT工程 他也A 就是沒有無錢不賺 五十萬賺 五百億也賺 壞到了極點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收不到他的張 因為張款已經拿出去了 好所以小屁 看了剛剛講的市中報 我們提點了這個東西 我才發現 過去這四年 也就是柯文哲 最後這四年 根本就把整個台北市 變成了威京的殖民地 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法租界 法租界 當然你看十一住行 娛樂全部全包了 你看我一個一個來 我簡要講 這個金華城震懾到 連蔣萬安 李四川都不敢停工 他力量有多大 好今天為什麼我怕你 因為我怕全部搞爛了 我怎麼連任 我蔣萬安怎麼弄 搞爛了嘛 案子太大了 他真的想把他全部搞爛 當然 搞爛我錢要 吳董講的沒錯 我幾十億保住比較重要 其他爛掉關我什麼事 我管你那個蔣萬會不會連任 今天蔣萬倒霉 前面的市長是柯文哲 全搞爛了 除了民調最後一名 台北市能給都給 然後全部給法租界 然後割地賠款 這兩個勾結 所以這個禍害之深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台北市長 而且跟丐幫一樣 到處刑起 到處要錢 什麼錢都要 什麼錢都要 這是丟臉你知道嗎 就叫政治站住 你知道嗎 政治沒有搞到跟站住 一樣叫丟人你知道嗎 你好歹是台北市長 顧顧我們議員 跟250萬人的顏面好不好 我們首都 被弄成什麼樣子 你看我隨便講一個小東西 柯文哲的腳是被弄成困扯的 困扯 我隨便講大的不講 我講個最小的好不好 中共保全 中共保全 我們法國會通過 有議員又附帶決議 說保全是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 甚至有心理輔導 帶小孩 那個總幹事很重要 不是全部打散 弄成四個標 東西南北標 然後他就標到六成 他兩年拿到1.3億 他缺現金 擋狼 你知道省慶金 而且更誇張的是 中共保全賺小錢 拿現金 給阿伯的錢 中共保全也有出道 有啊 你知道嗎 這個9.3億也有他的錢 真的假的 你看 你再繼續看 那個 所以前面的4.3 加後面的5億 中間的4.3裡面 有 中共保全的 我跟你講 檢察官只剩一條希望 就是9.3億 朱雅虎全部招出來了 這個真的他在招一半嘛 我不曉得招多少 你再看那個捷運 那個環狀線 上次地震五級 對 公共工程 台北市的捷運 要六級不用白子黑子寫 基本款好不好 沒錯 當然我跟你講 瑞士地震以五級跟六級 你知道差幾倍 差三十倍 因為地震是三十進位 你可以搞一個 差幾十倍的強度的東西 歪掉 你有看過五級地震 捷運會有鋼兩歪掉的嗎 當然沒有啊 再來雙子欣 這是我們大事情吧 這造價要七八百億才幹的起來 郝隆斌的時代 第一名叫太極雙欣 不是被幹掉了嗎 錢不夠 那第二名是中華工程 那時候呢 太極雙欣被 郝隆斌打翻 為什麼打翻 是沈慶經 把資料給殷小微 把同黨的市長打到死為止 回憶 你們回憶一下十年前的 是這樣子嗎 當然吧 我也接到檢舉案 靖小微就打了嘛 我們後來 在評估的時候他就幹了嘛 好 那結果呢 結果怎麼樣 也告郝隆斌你知道 郝隆斌不屈服 郝隆斌雙子欣 我就不給你做 然後這個進化者 我也不屈服 我就392 郝隆斌多硬啊 回到這個軟骨頭 柯文哲 軟骨頭嘛 今天你憑什麼拿到 七八百億的營建工程 都講好了綁好了嘛 而且重點是 你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今天我跟你講 他的公共工程品質是差的嘛 我跟你講環南市場 我們都是萬華人 環南市場 他去標啊 標環南市場 100億標不到 所以才要綁這個魚果市場 我被情惹你知道嗎 魚果市場的那些各個攤販 你監視 哎呀 魚丸啊 放太軟了啦 不要再追避案了好不好 拜託 如其給我們新的市場 你是萬華醫院你怎麼辦 壓力很大好不好 所有都變成柯文哲的肉票了 全部 我想十一住行娛樂 全部他的 這加起來多少錢啊 加起來上千億啊 你下一任市場怎麼辦 對 你就很簡單 李四川你敢把他全部 把他殺到底 台北市倒了 不殺 獨職 你要講完怎麼辦 很難做啊 好 所以說啊 其實看這個東西 我也昏倒了 沒有想到 連新北的這個所謂的環壯縣 他都然是 新北的環壯縣 我們都記得說 今年發生了所謂的地震 地震了以後 它的整個橋樑開始偏移 偏移想說 本來這個是剛剛還沒多久 本來這個已經在保固棋裡面 我過去長期跑這個所謂的捷運 當時木炸縣 你去看木炸縣 現在有很多的鋼壁 有很多的鋼樑 那是怎樣 你中間只要有幾個裂縫 我就非要叫你給我補好 現在是給我偏移 你當然要補好啊 現在中公居然因為柯文哲 跟他簽了合約的關係 柯文哲第一個放水 沒有旅刊 第二個沒有 真的驗收 第二個就是 我今天該給你的要求 在合約裡面都沒有嗎 對 很奇怪吧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事情 都傻眼了 而且我之前在五月的時候 我已經調了公文了 公文裡面它有一條 合約上面的公文有一條 不可抗力之因素的話 就不在保固其內 不可抗力之因素 很像天災 天災這種就不可抗力之因素 所以他認為地震就叫天災 所以不可抗力之因素 所以不在保固其內 雖然我的保固其實在115年 跟你不能說你下個毛毛雨 你就給我漏水啊 你不能 因為你是高價的 高價裡面的這個車廂 是容易漏水 你不跟我講說 你總要有一個標準吧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貓你 就是你在合約書裡面 放水放得太誇張了 是因為這更好有個地震 但我不希望有 就忽然間有了以後 他還是可以避掉啦 他就不用履約啦 對 而且當時他得標的金額是137億 然後有四家廠商投標 然後以價格標 以低價標為主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貓你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一下 接下來這一張 就是我心意東延段 東延段當時招標的時候 是用整個區段的工程 所以裡面呢 不是只有東延段那兩段而已 還有包括其他的 雖然土建工程 水電工程 全部包在一起 還有這個新莊縣的大橋頭 那一段也一起 總共標的是48億 可是當時有四家來投標 大陸工程黃昌 還有中公跟泛亞 就用最低標的部分得標 對 跟剛剛那個新莊的 新北市的那個一樣 就最低標的部分 你知道他拿 他寫多少嗎 他寫48億 然後48他寫最低嘛 所以他得標了 得標了以後 最重要是問題在後面 你知道嗎 他居然得標以後 要寫合約 居然變更契約 變更契約給他50億 那我當時寫50億的時候 我就得標 我就得到啦 可是他不是他拿 他寫48億 結果變更契約50億 那50億讓他做 那不是跟外大國菜市場一樣嗎 那你說其他的 那三家廠商會不會生氣 當然生氣啊 那我到時候我寫低一點嘛 我寫47億嘛 那你給我50億嘛 因為我們的預算是編51億 所以你如果給他50億 還是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我以後都寫低標嘛 我寫的月低月好 可是我簽合約的時候 我用變更合約的方式 我直接寫高一點嘛 反正在預算範圍內就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惡劣的一個行為啊 怎麼可以讓中共用這個方式 像魚果市場一樣 反正呢我先蓋下面嘛 要蓋上面再追加預算就好 可是柯文哲以前不是講嗎 最惡劣的就是追加預算 可是他對於特定廠商 專門追加預算 然後我跟他講說 那我們這段是什麼時候蓋好 明年年底才會完成 所以呢我剛剛還在問捷運局 那請問一下 那你明年他要再給我追加多少錢 對 然後那錢怎麼編 他說啊錢反正就有 那一段沒有做完這一段就補給他啦 哪有這種東西的 是 所以我才說嘛 中共所有的標案都是這樣嘛 反正我用底標來標嘛 標到了以後因為 最佳預算 再最佳預算 那不能的話就是都 挖東牆洗補西牆 再直接用很多的巧利明目 再給他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我認為齁 這個 柯文哲任內齁 其實最惡劣的一個行為 所以為什麼全部都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光捷運的標 他就拿了多少 對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還有社宅 社宅在蓋 那我們現在就要好好的檢討 每一個社宅 尤其是中共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對蔣萬來講 那不是地驚是地驚不會嗎 沒錯 我要幫你停工 待會就變賴尾樓 我不要停工 我也有可能有公安的危險 可是我不停工 我又會被罵死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捷運也是同樣的嘛 我捷運要不要繼續幹下去 如果你不讓我幹怎麼辦 如果有公安疑慮呢 捷運是知識體大 捷運可能不是只有一個精華層 捷運是公共工程 所以他到時候一定會再用 這樣的方式來勒索我們 好 說好 為你 過去這四年 也應該講他在任期八年 最後這四年 他對審計金真的這麼好 是啊 我知道 我實在從精華層案子 我們才發現 真的我們完全傻眼 而且這個傻眼的程度 我覺得歷任 我在當議會 我們在議會 那麼多年的時間 我沒有看過一個 市長是這樣搞的 而且呢 是整個結構性的綁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今天 結構性的綁在一起 剛剛這不是就結構性嗎 對 他不是只有精華層 他還有捷運 他還有社宅 煞血圍蒙的觀山勾結 對 然後呢我覺得 柯文哲是因為他失心瘋 是因為他一直 一心想選總統 那想選總統的時候 我今天要幹嘛 我一定要趕快把 我要網羅更多人給我資源 今天呢我成立一個民眾黨 我用民眾黨的名義 然後再募很多款 然後很多錢 是不是真的 進到民眾黨的口袋裡面 不曉得 還是進到 對 說民眾黨的成立是柯文哲 第一個魔戒 對 這個魔戒在他手上之後 對 他就完全變一個人了 對 但是他就利用 我說藍白河 那時候為什麼不能藍白河 我跟你講 後來發現其實 我可以自己 我現在是總統候選人 錢是到我身上 我今天跟侯友宜和的時候 不是 沒聽懂 他叫兩億美金 國民黨當時沒聽懂 對 沒聽懂 然後呢 因為國民黨從來沒有 接過這樣的案子 好 那再來呢 我如果變成是富的話 請問一下錢是給侯友宜 不是給我啊 那我當然要當政的嘛 所以呢 我當時不會跟你 藍白河的原因在這裡嘛 如果要是藍白河的話 我錢不會給你啊 企業都給你的 都給侯友宜的 給國民黨 那我民眾黨算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呢 這個魔戒是在柯文哲心中 用所謂選總統 成立民眾黨 事實上就在為自己 為自己 圖利自己的一個方法 我們今天就講說 柯媽當然對柯文哲有影響力 可是講說柯文哲都已經多大 都已經南北市長 你還會聽媽媽的話嗎 沒有 許醫治一開始搞了半天 他不是在柯文哲旁邊的 他是在編編編編 他只是在一個 議員的服務處工作 那個離中央多遠啊 就沒想到 是柯媽知道之後 他一通電話 跟柯文哲說 你在做什麼 橘子跟我們都有 親家關的 他值得信任 不會害你啦 這樣就直接從這個所謂的 地方議員服務處的公讀生 直接衝到市長室 不但衝到市長室 剛剛更可怕的是 我們知道 一個權力人物 你要判斷什麼 你跟他座位有多近 他居然柯文哲出去的時候 旁邊座的是誰 旁邊座居然座的是橘子 另外一個 竟然 就是黃辛香 我們一直在講 柯文哲聽的 都是聽母姐會的話 原本想說 可能是開玩笑 後來發現 不對 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橘子之所以 能有滔天的權力 來源於哪裡 他的權力來源於哪裡 是吳文哲提酒信母代表 他原來是我們天上聖母 也就是柯媽媽的代表 所以才有辦法一飛衝天 坐直升機 直接到達天廳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原本橘子 他是什麼 小柯粉 他很愛慕柯文哲 但是呢 他有沒有辦法 跑到柯文哲的大內核心圈 保留哥沒有喔 一開始橘子他是幹嘛 當志工 他是柯文哲的志工 柯文哲的義工 甚至是好不容易 往前擠進去了 就到了哪裡 慎選之後 只到了地方議員的服務處 還不是助理喔 最小的喔 最小的喔 其實我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被誰知道 被柯媽媽知道 那保證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柯媽媽是千里兒順豐妍嗎 當然不是 他為什麼會知道 橘子跟他講 橘子跟他講 對啦 橘子是把他倒嘛 說 柯媽媽 那問題 我想要第一名 他絕對是跑去跟他倒嘛 我那是親家 所以柯媽媽一知道的時候 馬上喔 就一通電話 說 問題啊 柯媽媽 是我們親家的 不會啦 他會當森林啦 要跟你害啦 你怎麼不跟你撈過 結果柯文哲有沒有惡化 馬上拉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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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了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幹嘛 首創 我現在終於搞懂了 為什麼會有實習生制度 因為橘子 柯媽 橘子 就是 他是第一位實習生嘛 柯文哲為了他 他創造了實習生制度 我們剛剛講到的 在市政府裡面講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在市政府裡面 你其實要站一個位子 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現在他問你在哪裡 現在問題是 你今天要把橘子拉拔上來之後 居然專設了一個實習生的制度 而這個實習生的制度 後面 是專門為他設的 對 因為你如果臨時 對不對 你要把他調到各個局處 不好意思 各個局處有這種證物的系統 早就已經塞滿了 所以柯文哲想出一個好辦法 我今天來把你變實習生 變實習生之後 他就幹嘛 你以為他實習是不是 不是 他就開始做基要秘書的工作 每天就開始隨行在柯文哲 結果等到社會局 有一個空缺出來 把橘子再塞進去 所以他是用這種方法 柯媽一句話之後 馬上一個不具有任何職位的人 就天天跟在柯文哲的身邊 天天在市場市進出 所以你就想想看 憑什麼 大家都在講橘子是小屁 橘子很年紀輕 橘子脾氣很暴躁 把你跟我們講 橘子閒得沒有一塊好 但有 還有一塊好 為什麼 因為他是柯媽媽的親家 就是靠這層關係 是非中間 不是以前在講的 橘子有通天的本事 我都覺得非常懷疑 可是聽到一個故事 我相信了 你知道在研究美國政治的時候 距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跟總統在一個smoking rule 在裡面打喬白抽煙 那個是非常接近 你可以跟總統跑到餐廳裡面 兩個人吃pizza 那是很接近 可是你跟總統 兩個人一塊上廁所 褲子拉下來上尿尿 那你是天下第一接近 這個距離非常重要 可是橘子怎樣 還有一個是 柯文哲的車子 誰在他旁邊 橘子在旁邊 對 柯文哲這個多離譜 他是這樣子 有一天柯文哲 他就說我要去 比如說中南部 去到其他外縣市去行程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這種首長 他有兩種選擇 一個叫搭高鐵 一個叫做開車 但他想要隱密性 想要討論 所以他開車嘛 那開車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剛好找另外一個 市府的高官 跟他一起坐在車子裡面 然後就這樣呢 不管他是南下還是怎麼樣 去到別的一件事 結果沒有想到 當行程結束之後 這個高官當然想說 我怎麼來的 怎麼去嘛 信信然的要踩上車 製車 保留哥你知道他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事 你等會 不好意思喔 你自己搭高鐵回去好不好 自己搭高鐵 我有其他重要的客人要接待 結果那個高官當然傻眼嘛 保留哥 結果你知道重要的客人是誰嗎 誰 第一個是橘子 橘子 你怎麼說橘子 什麼身份嗎 什麼身份 什麼都不是 他的時候什麼都不是 根本沒有掛市政府的職責 他就說沒關係橘子上 那沒關係橘子柯媽媽有交代要留在身邊 我能夠理解嘛 那另外一個人我就不能理解 你知道另外一個人是誰嗎 誰 另外一個人是我們的中子姐 IKA說 比中子那個 對 我去經營剪掉線啊 我顏色不對啦 經營不好 就那個 就那個中子姐 結果他說 他也上車了 保留哥你知道他那時候身份是什麼嗎 柯粉 柯粉 什麼都不是 他也不是密說 他只是一個柯粉 各位你知道這邊細思極恐可怕在哪裡嗎 我請問一下喔 如果他只是柯粉的話 柯粉者總不可能在肇事場合上 誒 這個狗牛這麼漂亮 來來來來來 就把他抓了就去車上吧 不可能這樣搞了吧 一定有什麼 有聯繫嘛 所以他如果沒有事前跟他聯繫 如果沒有留下來 你怎麼在上得了車 對 你沒有跟他有說 誒我跟你講啊 信仰啊 在幾年幾分 在什麼地方 我車子會停下來等你喔 你直接過來我載你回台北 沒有這樣子交代的話 黃信仰會說 就信仰然後就直接跑過去嗎 怎麼可能 一定有事前聯繫 那我就問 你今天隨便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我講好了 講完去到肇事場了 把一個粉絲帶上車 請問一下隔天變什麼 變鏡頭看頭條 怎麼可能這樣幹 而且再來喔 如果他原本只是粉絲的話 寶吉哥 最後一樣耶 他沒有背景喔 沒有柯媽媽喔 他直接一飛沖天 一樣變成柯文哲 最貼身行程秘書 每天大小事 我去哪裡你都知道 行程秘書 他把粉絲 不是秘書 是行程秘書 他把粉絲 變成行程秘書 放在市場 是每天我看你 你看我相看良不厭 那我就請問一下 如果換作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幹這種事情 大家不會傻嗎 沒關係 因為柯文哲做得到 只有柯文哲可以辦到這種事情 好 四重 另外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驚訝的是 又有媒體直接點出了蔡壁如的角色 本來以為說蔡壁如是整個民眾黨的防腐劑 之前講說 為什麼柯文哲在第一個任內的時候 都沒有出過狀況 他們之前不是講嗎 柯文哲你所有的行程 你要接什麼的電話 你要跟誰吃飯 你要跟誰談事情 都要有一群人幫你把關 這把關的頭就是蔡壁如 因為有蔡壁如的把關 才不會有出狀況 那就相信他不是防腐劑嗎 那應該是最乾淨的 你怎麼會也捲在裡面 對 沒錯 看起來的話蔡壁如是在560的時候 392到560這一議裡面 他應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這樣講呢 實際上我們在2019年 這個當時民眾黨要創黨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說 蔡壁如其實是民眾黨之母 原本好像這個送件這個事情來說 這個柯文哲一下子三心二意 聽說就是蔡壁如最後他送件之後 變成是民眾黨能夠成立 所以其實在創黨之處來說 錢很多事情都是由蔡壁如來管的 結果沒想到後來 因為他們因為錢的關係 讓蔡壁如跟柯文哲 也慢慢產生了一個嫌隙 不過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發生在 因為從2020年的3月開始的時候 當時我們知道 不是這個 這個當時的柯文哲呢 有開始便當會 便當會開始之後呢 柯文哲跟這個彭勝生有密會 密會的時候呢 當時柯文哲就說 我有這個要創立民眾黨啊 那這個時候 可不可以跟這個沈慶晶他們說呢 我有資金的需求 也就是說沈慶晶需要 從560升到840的過程裡面 那柯文哲需要錢 所以雙方一排集合之後 就達成了 互相幫忙的這個協定 這是朱雅虎所說的這個 這個證詞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2020年3月的時候 當時我560已經確定了 可是我還要往前推 想要從560變成了678 在678的時候 現在媒體的報導是說 當時沈慶晶還有朱雅虎 朱雅虎 沈慶晶跑到政府 是跟柯文哲還有彭勝生 那時候柯文哲就提到 我成立民眾黨有資金缺口呢 對 沒錯 那後來呢 不是說這個 已經開了這個所謂便當會之後呢 他不是有匯了這個4月1號 匯了這個LINE 210萬嗎 對不對 210萬我們之前都知道說 他寫給這個李文中 然後寫的這個小沈很小氣 欺人這個210萬好了 但沒想到寶姐 上現在才知道說 不是只有寫給李文中啊 他還寫給蔡碧如 還有當時的這個 民眾黨的第一任的這個秘書長 張哲仰的這個狀況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 那緊接下来 4月1號寫好之後呢 緊接下來的話 4月15號不是 就已經有覺醒 有這個所謂三個這個方案 就開始送到這個都審會嗎 那緊接下來的話 在那一年的8月的時候呢 這個這個朱雅虎 又LINE給這個柯文哲 就說什麼 我跟老闆講好了 碧如姐的這個薪水 老闆會解決 所以長 等等等等 蔡碧如的薪水 關 關科文 關沈欣基什麼事 關朱雅虎什麼事 對 目前為止來說話 是整個都要傳出來是說 我跟老闆講好了 碧如姐的薪水 老闆會解決 好 那事實上 如果我們用時序來看的話 當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2020年的1月的時候呢 因為當時的民眾黨有 這個選到不分區的立委 那蔡碧如呢 他當然當了立委 當了立委之後 在同年8月的時候 朱雅虎有傳LINE 告訴柯文哲說 欸 我跟老闆講好了 碧如姐的薪水會解決 你給他的薪水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有薪水 因為他已經是立法委員 他有薪水啊 那你給他薪水是什麼 所以現在就有人懷疑說 那個薪水是另有所指 指的是什麼樣的部分的薪水 另外因為他在這個2022年的10月呢 他才是因為論文風暴之後 他才請職立委嘛 最後是吳欣穎地補上去嘛 所以等於是隔了這麼久的時間點 所以現在就有人說 這個碧如姐的薪水到底是什麼 還是說他其實只是一個代號 還是一個代稱 否則你用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其實有點有點奇怪 那薪碧如很強硬 他說沒有這回事 他還要告金周刊 對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是朱雅虎說的 朱雅虎這樣言之早早 那你看透過之前的這個 我們議員也有爆料過 他這個朱雅虎有寫信給薪碧如 似乎證實說 蔡碧如恐怕不像他當初一開始 我們認為他可能跟這件事無關 他事實上好像也是當事人之一 好 瑞德 你之前就已經提出了這個訊號 就說這禮拜會約談一些大咖 這個大咖會是在柯文哲旁邊的重要人士 你之前就暗示 欸 蔡碧如想 這跟蔡碧如有什麼關係 就今天週刊就報導了 那麼寶傑昨天晚上 是不是率先在本節目裡面直接講 現在被約談的這十幾個重要的人士呢 都是社會上赫赫有名的人士啊 他們的捐款都不是民眾黨的政治現金捐款 而是USB 對不對 那麼我現在再直接告訴大家 為什麼今天週刊報導了相關東西的這些人物 你知道差別在什麼地方嗎 差別在哪裡 因為他們呢都沒有 他們在應訊完畢以後都沒有面對大家的那個 等於說相關的訪問嘛 就一個謝國良 謝國良直接這樣講說 那是我家族 對不對 兩百萬嘛 他證實一件事 就是他的家族確實透過他 交了兩百萬給邱佩玲嘛 那意思就是跟民眾黨交一個朋友嘛 你知道為什麼他這樣講了以後 故意就Bingo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以色友黨不是只有一頁 那個以色友黨在柯文哲的前五個 後五個 十個 全部約談到案 那格式是一樣的 格式包括日期 姓名 還有數字 後面還有備註 備註裡面包括可能是誰介紹 可能是誰出面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幫民眾黨說要進行裝潢 那三百萬的嘉義文人 他根本就沒有跟柯文哲見面 他是找他下面的一個得利的幹部呢 跟把三百萬元的現金 拿給了柯文哲的相關的幹部啊 連面都沒見到 所以他的上下這些人 有時間 有姓名 有數字 我記得我昨天就在節目上講說 三百兩百五百這些數字還有八十嘛 這些全部都已經來了 他們都全部證實是捐款 那我請問你 如果這樣的話 上下都是捐款 一樣的格式 一樣的日期 一樣的姓名 一樣的數字 你還能講一五零零 是下午三點嗎 我就硬咬三點不行嗎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些我們台灣打官司 不是你說 不 我不知道 我是笨蛋 然後呢 我把時間當作金錢 那是你家的事 檢察官跟法官都沒有採信 所以事實上就咬死了 而且告訴各位 在這個Eseo黨裡面呢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呢 有一位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 現在已經潛逃出境的先生 他也捐款了 也在裡面 真的假的 不過現在找不到人了 因為他已經亡命天涯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做案出來以後呢 Bingo 開口 不用說 說那麼多的話 我跟他講坦白的嘛 你民眾黨不是要金流嗎 你不是說沒有金流的話 阿伯就沒有收款 沒有收費嗎 我不知道阿伯有沒有收費 但我知道 阿伯一定會被用 貪污之罪條例名的收費罪起訴 而且呢 事實上呢 那麼全天下現在這個最重要 橘子 這個水果最重要 我昨天也在本節目裡面講啊 這個 他在走的時候 帶走了一個USB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年紀老花眼了 然後中年常常會見錯 所以呢 如果能夠有人代勞的話 我絕對不會自己在那邊打筆電 打那個東西 格式一sell嘛 所以呢 橘子 他那個USB 才是原始檔 他那個才是帶走的那個USB 才是原始檔 柯文哲被搜出來的這個USB 其實是copy檔 那因為他不信任別人 所以我昨天還特別講嘛 他那個USB是價值1300塊的高級USB 拼個比較好就對了 那麼他會不會回來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他打電話給爆料的這個 這個鏡周刊的一個記者 他有打電話跟他 討論他到底要怎麼樣 欸 鏡周刊是被你 台灣民眾黨的這個 等於說總召 立法院總召黃國昌 罵了一文 科幻小說 今天還有人說什麼 新聞什麼東西 敗類 新聞敗類的 你們這個最重要的橘子 還打電話給他 真的假的 還打電話給他 請教告 那個案情怎麼樣 他在想我該怎麼辦 當然 橘子啊 你再不回來 你才三十幾歲啊 你要網命天涯到什麼時候 這一通緝下去一二十年啊 所以呢 事實上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那你說他如果不回來的話呢 難道就辦不了柯文哲 錯 他現在回來 只是增加了到時候 起訴檢察官手上的籌碼這樣而已 事實上根據現在的籌碼呢 要起訴柯文哲貪污自罪條例 錯錯有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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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